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 《猎王记下》第39讲 亚哈斯王善改祭坛祭礼 首先让我们来读《猎王记下》 十六章第十到十三节 亚哈斯王上大马赦阁 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匹列社 在大马赦阁看见一座坛 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 画了图样 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 从大马赦阁送来的图样 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赦阁回来之先 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赦阁回来看见坛 就近前来 在坛上献祭 烧帆祭 树祭 焦电祭 将平安寄生的血 撒在坛上 那么在大马赦跟提格拉匹列社会面 那么这一次的会面发生在主前732年 大马赦 沦陷之后作为凡属的亚哈斯王 他必须来出席这样的一个会面 同时他要来参与整个亚述王的庆功宴 当时亚哈斯想要来仿造大马赦的祭坛的柳 似乎不是出乎于亚述的压力 而是由于这个坛给他一个很强烈的印象 按照现有的史料 历史的资料来说 当时亚述并没有强逼藩属 也就是他们的所管的这些地区 来崇拜他们的神明亚述的这个习惯 因此本段 似乎应该当作是一种艺术的创作 而不是混合宗教的问题 那么至今还没有任何考古学的资料 或者文献的资料来描绘这个坛 是有什么特色没有的 那么亚哈斯他去到大马赦 大概是以一种附庸国王的身份 来向攻取了这座亚兰京城的亚述王道贺 并且感谢他的帮助 圣经没有说明这个坛的图样的来源 一般相信是仿造亚述王所筑的坛而造的 那么在耶路撒冷新造这个坛 等于就是把亚述的神要来代替耶和华神 那么按照历代字下 28章22到25节里面所说的 亚哈斯造了这个祭坛的事说明了 最近新进的一些考证认为 新的坛祭坛所模仿的样式 大概是大马赦 临门神的祭坛 因为亚述人的祭坛 是不用在于献凡祭的 所以按照历代字下28章22到25节所记载的是比较正确的 那么这里面说亚哈斯王被要求逐一座祭坛 作者并没有说到这个坛是亚兰的还是亚述的 亚述的 但是考虑到的是提格拉比列社最近的胜利 他应该是属于亚述国的一个祭坛 那么这个祭坛被用来给外邦神明献祭的 这个异教的祭坛 竟然引起了犹大王的兴趣 大多数的这些学者都认为 是提格拉比列社要求亚哈斯竖起一座亚述的祭坛 并且要在坛上面来献祭 以表示对他的亚述神明的顺服 那么当时附属国的国王通常都会被要求这样做的 那么十六章第十到十八节表示说 亚哈斯为了要得到亚述王的帮助 除了进贡一大批的金银之外 还有他也必须要臣服亚述 包括承认以及敬拜亚述的神明 并且来废弃圣殿里头部分的器皿还有设备 根据历代之下二十八章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 亚哈斯先前曾经济世攻击他的这个大马社的神说 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 我也献祭于他 他好帮助我 现在呢 既然亚兰的神不能够救亚兰人脱离提格拉比列社的手 那很明显亚哈斯就认为亚述的神比亚兰的神更有能力 于是他就准备来效忠这一个亚述的神了 那么亚哈斯他自己冒充做了这个祭司 不久以前 乌西亚就因为胆敢建取了祭司的这个特权 散入圣殿烧香 而后来就生了大麻风 那么现在呢 祭司遵照王的命令 建造一个异教的坛 并且允许王以祭司的身份来献祭 那么这个就好像外邦人的风俗一样 犹大国很快的就衰落了 我们继续来读《列王记》下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 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里亚索 早晨的凡祭、晚上的数祭、王的凡祭、数祭 国内众民的凡祭、数祭、殿祭 都要烧在大坛上 凡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血也要撒在这坛上 只是同坛 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 祭司乌里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铜坛本来是放在正东面 正对着圣殿门囊的尊荣显要的位置上面 可是后来的新的祭坛很明显的 就放置在于铜坛跟东门之间 但是这样就会让铜坛阻挡了圣殿的视线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亚哈斯的新坛取代原本铜坛的位置 那么铜坛就被安放在新坛以北的侧位旁边了 那么他是要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的 意思是咨询、寻求、寻找 这一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亚哈斯想要了解这个铜坛 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第二,很可能暗示着 他专门用铜坛要来进行占卜 有些人认为亚哈斯采用的是 巴比伦祭谱的这种占卜方式 也就是用观察所限的这个祭物的内脏 来确定神明的旨意 那么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个字了 所以就怀疑这个铜坛 却是被用来进行这种异教的仪式了 或者至少亚哈斯王非常熟悉 这种异教仪式的用词 《灵王记下》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 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箱子的心子 把盆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从铜海的铜牛上搬下来 放在铺石地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 安息日所盖的篮子和王从外入殿的篮子 如果以围绕耶和华的殿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哈斯与他列祖同岁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西西加接续他作王 那么亚哈斯他拆下来圣殿的盆座的心子 铜牛等等 很可能是用来筹筑向亚述王绞交的贡营 亚哈斯移动盆还有铜海 很可能也是为了要把盆座铜牛的金属 拿去进贡给亚述王的 那么这个盆座的心子 盆座是指那十个所罗门造的 铜制的洗酌用具的底座 那么这些心子可能就是四周装饰性的镶嵌板 盆座本身并没有被亚哈斯破坏 因为后来他们都列在尼布加尼萨 从耶路撒冷带回巴比伦的战利品的名单的当中了 那么亚哈斯把这个造在王宫还有圣殿之间 有盖的这个走廊拆除 来以示对亚述王的敬意 这个事情大概有几种解释 第一是说他从此只有在外邦的祭坛上面敬拜 把进圣殿的这个门给封了 安息日所盖的这个篮子呢 是指在安息日还有月术才开的殿门 供给这个王进殿之用 那么另外第二呢 是说他现在只是亚述王的臣谱 旧日象征国君地位的建筑物呢 必须要拆除掉 那么第三 紧接着十七节而来 他拆掉这些是把篮子上的金银装饰取下来 是为了要筹筑给亚述王的供应 那么以第三个比较是可信的 在十六章十八节所记载的这个改变也是理由不是很清楚的 一般就认为很可能就是因为亚哈斯关闭了犹大王入圣殿的这个特权的一条路径 那么借以来承认亚述王才是真正的犹大的统治者 那么亚哈斯其中所行的事就是把这个圣殿关闭了 那么他所谓其余的事包括了什么 包括亚哈斯在宫殿的屋顶上面来立了一座祭坛 很明显的他是用来崇拜天上万象的 他还毁坏了圣殿里头的器皿 把圣殿关闭并且终止了其中的这些服饰 那么后来他就葬在这个大卫城列祖的坟地 那么根据历代字的同步记载 亚哈斯并没有葬在列王的坟墓当中的 那么后来他的儿子西西加来接续他作王 即便亚哈斯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王 神还是容让他受众正秦 有时候人会觉得应该有限世报 但是神常常是以怜悯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 如果要让亚哈斯横死 那么恐怕也要赔上一大堆无辜的百姓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哈斯还是受众正秦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谈吧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